是 这个报道刚才说了 已经非常鲜明地看出了 中国内部 特别是军方内部 中国党和军队的控制 它是非常的滴水不漏的严密控制 它知道这个军队如果是 一旦是知道了外界的信息 有了自己的想法 这个军队就不好控制 中国共产党恐怕是在世界上 控制军队最严的国家 大家知道在1989年 这些进城去镇压的这些士兵 整个的几十天之内 他们不能接触任何外面的 任何消息 包括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 北京是不是民众上街的游行 他们有些哪些基本的政治诉求 经济诉求等等 统统不知道 全部完全是信息彻底的封锁 然后才能让他们进城去镇压 如果是说他们知道了一些 基本情况的话 恐怕在镇压的时候就会发生 在中共上层来看 就会发生重大的问题 所以说在对海外的同样是如此 更是如此 因为海外它有自由的信息交流的空间 所以这样一个情况下 现在在派驻海外的这些留学生 特别是就我所知 特别是军方派出 他们的控制 思想控制是非常严格的 包括领馆的控制 包括他们在各个留学生之间建立 党支部党小组 怎么样随时学习 随时控制 如果稍有一种不同 平常的表现出现 马上把他们送回国等等 这些情况是多在发生的 所以刚才说的这种 这样刚才这一位在国内宣传 他怎么在海外学习 国内靓命 实际上就是这种强行的信息封锁 和强行的洗脑灌输的结果